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选 其实有些话我去年就想说 但是没能开口 因为我害怕如果说出来得不到的话 大家会笑话我 我自尊心太强了 但今年我无论如何都想实现这个愿望 我比谁都想进入选拔组 可能选拔组对大家来说意义都不一样 有人需要钱 有人要证明自己 而我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我不想被困在现在这个处境里了 这一切都好像在表示 你就是不行 你什么都做不好 我的演技 自身条件 表现力什么的都被全盘否定 没有人愿意相信 在这个位置上的我还能做到什么 可是我真的做得到 人的价值不应该是由别人平定的不是吗 很多人都说我运气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我相信 就算只有我和你们 我们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我想让你们觉得骄傲 说实话 我现在只有在排练非常非常累的时候 和饿肚子的时候才能觉得安心 那个时候 我才能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好的偶像 即使这样 其实我也已经很满足了 曾经站到过那么大的舞台上 在电视机里面看到的人 都在台下看我表演 像海市渗楼一样的景色 我曾经想都不敢想 只因为这样 所以身体不舒服 也不想离开 失望的时候 也不想离开 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很喜欢的舞台 但是 我也很想要成功的 所以 不管多少 我都希望能看到 因为我而汇聚起来的力量 我也会一直努力 做一块 就算被放在门口 也不会消失的金子 我还能依靠你们 真是太好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